此前因員工接連跳樓陷入輿論爭議的 長沙比亞迪再次成為 因環境污染指控成為焦點 據中國傳媒報導 今年4月以來 長沙比亞迪在建油漆廠 導致附近小區空氣中尼曼柱一股油漆味 部分業主及小朋友更出現身體不適 照症狀為頻繁流鼻血、頭暈、嘔心、狗咳不治等 5月6日晚間 多個小區居民到比亞迪園區門外維權 長沙比亞迪公司相關負責人在電話中回應 目前這件事我們已上報了 領導在開會 對於是否存在環境污染的問題 該負責人敢回應不清楚 警方稱案件正在調查